新北市板桥区间铁板烧店昨天傍晚窜出火蛇 当时一名瓦斯工正在换瓦斯 疑似操作不慎导致瓦斯外泻 不但引发气泡火蛇也瞬间窜出 工人首当其冲脸部灼伤 而当时店内三名员工和一名客人也吓得及时逃出 还好没有受伤 铁板烧店窜出浓烟 附近居民见状吓坏了店家马上报警处理 整间店玻璃被烧得较黑 员工还有客人急忙逃出消防人员布水线灌咒 还好火来得快速的也快 只是传出有人烧伤了 换瓦斯的过程中就不小心蹦了一声 听到蹦就直接把电源全部关掉 气泡了 瓦斯气泡了 有听说有人想象吗 有了 新北市板桥区间铁板烧店24号棒5点多 当时工人正在换瓦斯 被创到疑似操作不慎 导致瓦斯外泻引发火警气泡 另外发生当下 店内有三名员工一名客人惊恐逃出 只是当时工人离瓦斯桶最近 首当其冲闪避不及 导致脸部灼伤 还有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换瓦斯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时瓦斯业者非常低调不多说 只是屏东工厂才发生爆炸起火 餐厅又传出气爆 可真的吓坏了 附近居民 这里终于马盛节新北市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